二手手机为什么会有这种流氓标 如果说你也想买二手手机 接下来这个视频希望对你有帮助 首先事情声明 这个标签的话千万不能去撕 否则你一旦撕下了 有可能会损失好几千块钱 那么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华强北的淘积视频 也能经常看到各式各样的底部标签 难道就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这是二手机吗 当然不是 就以小杨家这台2399的11 Pro为例 你看一下这张薄薄的贴纸 如果说你是在保修期间不小心把它撕掉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个手机无论出现什么状况 档口罗版都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一个售后 首先这是买家和卖家期间的一道保障 每个卖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标签 在离贵之前 卖家都会抄上手机的串码 接着贴下标签 相当于这台二手机的一个身份证 二手手机市场基本上都是认标不认人 在保修期间 手机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它向卖家去要求售后 而在小杨家的话 同样也是随机器附赠180的一个质保 贵的就是让粉丝买得放心 也用着省心 那么你们又知道 为什么这个标不贴在其他地方 非要贴在这个手机底部吗 感谢关注 小杨下一次给你们揭秘